我们知道,其实加拿大的部队并不多,一个国防完全靠美国撑起来的国家,你们觉得他们的军事实力能有多强呢? 俄罗斯媒体曾报道过,一个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加拿大,军队总人数加起来还不到6万人,而且预备一部队更是寥寥无几。 但是加拿大军队我们知道,也都是从战争中摸爬滚打走出来的,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,所以说,加拿大军队想而今,整体军事实力全球排行第25位。 俄军事专家表示,全球军事实力,除了排在前十的国家,有着差距之外,之后的名次对他们来说,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,因为第50名可能和第20名实力相当。 这么说应该能理解吧,很多人都说,加拿大是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二的国家,但是其军事实力和自身国土面积完全不匹配。 那么加拿大的军事实力究竟如何呢?今天我们稍作分析一下,先说说加拿大的国防工业,加拿大没什么种工业,所以他们国家的空气质量非常好,加拿大主要以生产一些轻武器为主。 没什么重型武器,像什么洲际导弹,轰炸机之类的武器。 在加拿大你是看不到的,而且他们也没有相应的技术人才,去操控和研制这些武器。 加拿大的军工企业连聊无几,那么他们的武器都是从哪里来呢?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了,没错,不是从美国买就是美国主动送。 加拿大空军人数更是少得可怜,只有不到两万人的规模,而且主力战机还都是美国很早服役的F18战机,其实也就是美国已经退役的几盖版战机,但是加拿大却还拿他们登堡一样供着。 加拿大陆军现役主要是德国已经老调牙的霸二主战坦克。 可是加拿大甚至以为,他们可以调打世界一切主战坦克,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。 海军就更不用看了,尽管加拿大三面还海,但是海军却连一艘像样的军舰都忙不出来。 像航母这样的武器,对他们而言更是遥不可及。 如此看来,加拿大的军事实力真的很是一般,如果不是美国一直在帮衬着他们,加拿大的日子能过得像现在这么舒坦吗? 一个领土年纪比中国还大的加拿大,却只有不到四千万的人口,有些地方可能比中国的大西北还要荒凉,真正的地广人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